詞曲 李宗盛 郭靖 老師,沖縱 個人的報稅 我有很多客人會問 這個也可以給我減稅,那個也減稅 我們先說一說 報稅就是 首先要報收入 什麼樣的收入是要報的 所謂的報稅就是 Taxable Income 不是所有的income 所有赚来的 所有的钱都是要报税 都要交税 一些是要交税 一些也不是要交税 通常来讲 你工作赚来的钱 是工资小费 什么这类的钱 还有财产的增值 你买了股票 你赚了钱了 然后你卖掉了 这些就是需要报的 需要交税的 利息 红利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要报税的 有些得来的资产 就是可以不报 比如说你要是买的 这个municipal bank 就是 中文叫什么 就是政府的 地方政府 市政府出的这些 bonds 中文是干嘛 债券 这些债券呢 给你的利息呢 就是exempted interest 就是可以报的时候 但是呢 就是不用交税 那么好多人 就以前也曾经说过 但有的人他买了 这个债券的话 你要有很多的钱的话 你能有好多的收入 好几万或者上百万的 这些就都可以 就是不用交税 还有有一些红利呢 现在有一些鼓励一些工业 就是qualified dividends 这些 这些 你的那个 税单上呢 会给你写上有 qualified dividends 这些就是不用交税 再一个呢 福利 社会的福利 的那个 这些钱 这个呢 就是不用交税 也不用 也可以不用报 从这个像 保险公司 保险 得到的钱 凡是和你的这个身体 和你的健康 受伤 这类的有关的 就是pain and suffering 这样的percease 这样的来的钱 就是不用交税 不用报 其他的东西 要是增值的那样 就是要报 还有再有一个就是 你看是 遗产 你看得来的遗产 在第一三十五万以下 大概没有变化 从去年好像是这样 就是不用报 然后这些呢 就是说 这是你们的收入 然后呢 就是deductions 并不是所有的 你来的 就是收入 都要报税 都要交税 所以有一小部分 是可能是 就是免税 在收入 在你的收入的最低层 有你每一个人呢 首先有一个叫做 standard deduction 就是国家给的 每一个人的 这个减税的东西 那我们都知道 大家要是有房子 好比说 有这个房产的税 什么这类的 都是可以拿来减你的收入 但是呢 要是那些没有 都没买房子的人 难道就都 所有的钱都交税 也不是的 所以每个人呢 你要是没有房子 没有其他的东西 来减你的收入的话 然后国家给你一个叫做 standard deduction 每年这个数字 涨一点 今年是五千八百块 一个人 他没说你 你要是赚了 一共就赚了五千八百块的话 那你就 一份钱税也不用 也不用交了 你要是夫妻两个人一起报呢 那就是 加一倍乘以而已 一万一千六百块钱 这个就是你没有任何其他减税 减你的那个收入的东西的话 就是每个人都有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叫做 atomized deduction 所谓atomized deduction 就是说你 你国家有规定的 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拿来减你的收入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你加起来 还有你房子 通常呢 是房子的利息 这个是最大的 通常要是你没有房子的话 基本上你的这个atomized 就是用不上的 因为你只能用 其中的两个 是一个 或者是用standard deduction 或者是用atomized deduction 你atomized 如果没有房子 通常的话 你就加了半天 也没有国家给你的那个多 以前呢 就是现在有的人有房子的话 现在房子都很便宜 所以呢 利息呢 付的也都都很少 现在利息又很低 所以 所以呢 房子小 就就没有太大的用处 因为你想一样 是夫妻两个人 国家给你的standard deduction 加起来就一万一 你要是付了房子 付了这个地税 通常也就是一两千块 就是说 按照一般的这个家庭 但是那个巨 就是大的房子 大的房子 豪宅什么 那是另外一种事儿 其实你加了起来之后 就很 也不是很容易 能够加到一万一的 所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 现在呢 其实atomized 比大县 也更不到 但是 但是 因为有这个说法 所以就 好多 好多人呢 就以为 就是凡是有了房子的话 就是这个也可以捡 那个都可以捡税 其实也不是的 只是 你那个房子的话 加完了之后 比这个standard deduction 高的那一块 就说才能对你有用处 就其实能用上的 就是一点点 你要是没有房子 好比说你捡了一万一 你加起来 你加起来房子什么的 利息啊 什么这些个 加起来有一万二 一万三 实际上就给你 就是多捡了一点点收入 并不是说是 你一有了房子 就是你就会捡了很多的税 其实是不是的 很多人都是 报完了税以后 觉得很失望 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人家都说 我们这房子可以捡税 怎么现在也没给我们捡呢 也几年前啊 那个时候 房子特别贵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 就是说那个 房子是捡很多的收入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一个房子的话 很普通的房子 四五十万 然后你一付的这一年 拿回来那个 那个statement上面呢 就两三万的那个 一下来把你收入 减掉了一大块 可是现在呢 那个房子这么便宜 实际上就是 用处不是特别大 在好多人就问 就说我是不是为了买 就说我买个房子 就可以多减税 我说你要是 要是为了减税 去买那个房子 我看你就不用买了 因为你想想 就算你付了很多利息 给你减了税 你付了百分之百 然后给你减了百分之十五 或者给你减了百分之二十五 你觉得那还算吗 我看不还算 是吧 你要是买房子的话 那就是因为 你喜欢那个房子 你去买房子去住 你住的舒服 住的好喜欢那个才买 然后顺便着呢 又减了税了 所以这样呢 你就 就两方面都得了 可是要是为了减税的话 那我看就不划算了 然后再有一个呢 可以给大家减收入的呢 就是exemption 所有exemption就是 每一个人给一个 每年都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每年涨一百块 这样 今年一个人三千七百块 所以呢 就是说你有一个standard deduction 就是国家给你减税的那个钱 然后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三千七百多块钱 所以你要是这一年赚了九千一百块的话 那你就不用报税 因为你也没有税和交 但是你要是你去工作 人家给你扣了所得税的话 我们现在说的是所得税 他还是给你扣了所得税 你要是不报税 你的钱就拿不回来 最重要的就是还得报税 但是你要是没有扣所得税的话 就是基本上讲 就是说你可以不报 就是按照 实际上RIS都是希望你不报 因为你不报 它就可以少process你的那个税 因为你把我报了半天 你又都是零 你也没有扣税 他什么就做了半天 就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这个呢 你要不报的话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不利的时候 然后忽然有 你过了几年以后 不定怎么样 他弄了一个错 然后他说 你哪年哪月 哪一年你没有报税 你到时候那个时候 你要是文件也都不见了 然后你也找不着了 他说你欠我多少多少钱的税 到那时候你就 你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个 就是说像RIS 证实你不欠税的这个责任 在于报税人 在于纳税人 而不在于IRS 所以他要说你欠税 你就得拿出证据来 说你不欠税 所以就是说 通常来讲说 还是对你比较好的话 就是还是报一个 或者呢 如果你那年没有报税的话 你必须得留着 那年的那些材料 要不然的话 要是果然 我以前曾经有过 几个这样的例子 忽然来了一封信 他说 你欠哪一年哪一年欠的税 他说我这一年就赚了两千多块钱 我不欠税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那个W2呢 他要是早就找不着 可是你要找不着的话 你就 这就很难说 他说你有的话 你就得证明说你没有 你拿出一定的证据来 那才行 可是你那年你要是报了税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OK 所以 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讲这些 再一个呢 就是好多客人呢 就会问这个 是退休金的事 就经常会 我会看到这个 我们中国人都是很节省的民族 然后 就是 动不动的话 就从把那个 就是单位里边的那个就叫41K 401K的那个退休金啊 就拿出来去做别的用处 不是买房子配当配门的 或者是去开一个 做生意把那拿出来了 通常呢 等到我看到的时候 就都完了 他都用完了 然后 你存了41K以后 你不到59岁半的时候 就不要拿出来 因为你要拿41K的话 那是最贵的了 你不管和谁借贷款 你都比拿那个41K要便宜一些 你比贷款 你现在贷款很便宜 你即使贷商业款 或者是向 这个 就是在不同渠道去借钱 哪怕是credit card 都比那个便宜 因为你首先10%的罚款 然后那个 你拿出来的钱 在你收入的最高的利率上 所以通常你会 你就是需要付 35% 好多的人是这样 我有一个客人 他要做生意 结果呢 41K拿出来10万 但那一下子 这一年呢 就欠了4万多块钱的税 然后呢 没有钱付呢 就是欠着IRS 然后欠了IRS 然后你每 他要策着你利息 你这个利息就付不完了 你老是每个月付那个payment 都跑到利息里去了 然后老也是老是付不完 可是你付给IRS的利息呢 就是 也是很难说你这是干什么 因为你欠的是私人 personal的那个income tax 对 人家是打算做生意 或者买房子 或者什么 最好的就是说 你去 就是去贷款 去找其他的途径 今天现在也就是比较晚了 就是要讲的就是 要是有其他的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